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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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上 英国观众 你们英国看到的时候 英国时间九点钟 这一节是 公司是针对英国的观众 为何说公司是针对英国观众 今天英国国会的多党派 香港小组 发展一个 不是公司的 是多党派小组 有关英资银行 在香港民主运动 或者阻止香港离开的角色 的问题里面 究竟反映什么角色 大家估到是针对哪两家英资银行 两家英资银行 一家英资强值金公司 即汇丰 HSBC Group Standard Charter 和保诚 因为保诚和中银合资强值金 现在 要求各位用英文 一定要用英文 必须用英文 不要用中文导致 英文导致你们的证据 只要调查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升火那件事的角色 Folson 香港民主运动有关人士的户口角色 一定认为我开不了户口的角色 第三就是强值金 这几样东西 即有关BNO的强值金 尤其是BNO的强值金 我用不了强值金 但为何要搞这个 就算不公司 我也很猜大家有相关文件 这个就是 你和了解英国国会的运作方式有关 这个和全世界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的 那个国会运作模式都有关系 因为根据英国的法例 如果你不是那个选区的议员 你是不能随便接触Member of Parliament Member of Parliament有缺不服务你的 即每个Member of Parliament都有一个E-mail 有一个E-mail去收选民的意见 就是指限当区选民 如果你不是选民是没得搞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当初 我谈BNO的问题 我是加入英国保守党 因为你加入了英国保守党 这是一个其中的途径去 bypass这个途径 这个是李光尼当然不用的方法 你看李光尼回忆我就知道 李光尼当然是加入英国工党 他就以工党党员的身份 跟工党谈争取 马来亚的独立自主 这样做 最初新加坡的方式 他收货就是做自治领 暂时 所以他曾经做的是新加坡首相 他最初在新加坡做自治领的时候 他是首相 他做过新加坡首相 应该不可以叫做新加坡首相 应该不可以叫做新加坡首相 因为他去到新马合邦的时候 他认为是马来亚的其中一位首相 所以为什么 你用总理 你很难明白 为什么马来人 看看李光尼的头 合督 你用手上两个自己的名 两个太阳 那你明白什么 李光尼是用这个方法的 就是加入圣党 但是呢 如果对国会议员来说 我想主动去召集一件事 去得到某些知识 因为你比如 你向NP反映意见 省收收 没有系统 然后有些人说 你找上议员吧 上议员有一个问题 上议员 因为他不是民选的 所以他能够 care 的问题是有限制的 他不是什么问题 他也不单是没有实权 他能够发言 或者他能够处理的问题 是有限度的 你是要选定了 哪些题目 你跟开的才可以跟的 不可以 除非你是 叫我 叫做 就是政党委派 指派你做 Lord 然后加入 做 Cabot 因为你是女王殿下的官员的时候 那是另一个做法 你们手上指派 财政部帮手的官员 这个是表面说法 就是制裁的外国 任何人 因为英国很有趣 英国理论上 任何人都是财政部的官员 任何所谓的外国 都是财政部的人 理论上 那当然 尤其党边 一定是财政部 不用说了 但当然实际不是 所以你手上的官员 原名叫做第一财政大臣 他实际是财爺 不知道为什么财爺 就变成最大的 这些交易 我就不说 那些事情 所以我无论是上议院还是下议院 我想就一件事 我想知道公众的意见 最有效的方法 其中一个就是 组成一个 全民主党的Parlamentary Group 就是APPG 我成立了 全民主党的Parlamentary Group 之后 然后利用全民主党的 我就可以主动收 这些 因为有个组织 放置 总之有组织放置 那件事 就会适合 例如你党里面 我有个党 去放置 我就适合了 人民代表法里面的限制 同样道理 我有个APPG 按住 就 HSBC的问题 我整个非正式的聆讯 Informal Enquiry 我整个Informal Enquiry 我可以收集这些文件 这些文件始终是证据 这些始终都是证据 是很诱异的证据 那你那些证据 始终是能够 国会议员就知道 汇丰平日是怎样做糟糕的事 那些强制金武 是怎样做糟糕的事 渣打怎样做糟糕的事 或者保证怎样做糟糕的事 那些东西一聚 英国国会议员 可以 他之后 他知道大致的模式 事件的模式 是这样 他之后就可以 和政府谈论 他自己找 这班APPG的成员 他执行一个私人草案 私人草案 如果是涉及重大公正利益 你是可以和讲者说 涉及很多人的钱 可不可以打资吗 可不可以 bypass 某些限制 政府都会担心 就像Britzic那时 Britzic很多次是用不起私人法案队 即是怎样做到推辞 随你身后的记得 玩得很惨 有些私人草案 早上提到 一读二读 今晚天 那时 人们就 就认识 Mr.Ordor 大哥 你怎样做 你怎样做 即是John Burkow 你为何 John Burkow 容许这件事 发生什么问题 如果你涉及同大公正的益 你可以一天 随着随着随着 这是讲者的权 这是讲者的权 Cabot Office 那些人是不能反对讲者的 那个选择 讲者的选择 基本上是最后的 是没有人可以随便移动 你最多是要他收皮 是他之后的事 例如John Burkow 德国望重 都没有封做贵族 没有封了鎖 我相信 Bloch Johnson 也没有封鎖鎖 Bloch Johnson 一来是私人恩怨 二来是党内的恩怨 因为涉及保守党 亲欧派 和保守党移欧派之间的冲突 现在John Burkow 进入职业 变成员 这件事 听到我很瘋 其实他的组织 保守党 但是他变成为 务员的组织 但是 你一定要这样 这个技术 没有用的 APPG 有些仿佛有得 informal 无关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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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有用 所以我要冲出来 要帮APPG打广告 这一节 我要告诉大家 你自己找选区的MP 神 有用 你都要做 但是 你除了找选区的MP 神之外 你要这个 申请 要给 因为你要等一早 真是关注 参加香港国会员 知道 这件事是发生什么事 他有足够的证据 他有支援的 文件 接着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 跟进立法 也好 英国政府做些什么 Whatever 你才能做下去 如果你有些证据 你可以显示他 英国的银行 或者金融机械 是违反英国某些法律 你有些证据之后 那些国会员 可以帮你 交给相关的 即作出相关的检控 这个都重要 这个 你要作出相关的检控 你才能够 你要拿回那些强识金 你都要有一个方法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 亦都很好的机会 令到大家 可以 能够 拿回强识金的一个时机 所以我就呼吁各位 如果可以 订阅那些证据 你就应该订阅 我鼓励大家去订阅这件事 我鼓励 接着 你问 为什么今次 APPG要这样做 当然我不是APPG的 订阅 我不能够代表他说的 但是大家都有一件事 事实 这么久以来 HSBC 在很多行为上 是不符合一个British Value 即作为一个British Bank 譬如以前肥股 你的钱 为什么要放在汇丰银行 你肥肥银行会照他 你也算是汇丰银行专柜客户 我猜肥肥肥肥肥肯定是专柜客户 为什么你会遗苦助残到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对汇丰银行的一个严重质疑 但是保详保险 你保详保险 不是一间英国的保险公司 为什么会做很多事情 它会站在中国那边 这些违反British Value的金融机构 终有一天会成为英国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一定要最後就是這些金融機構要斬斃 否則英國人沒有理由讓這些金融機構在英國佔這麼重要位置 這是有損存戶的利益 亦是有為英國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 由一個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角度 我覺得你完全沒有搞錯 我個人不是很收課對匯豐或者對保城 渣打那種態度 所以我鼓勵過英國國會議員肯調查 你說可能要一些時間,也要時間 當然時間就不夠低,但仍然要做 因為這個可能涉及一些很辣的國會立法 因為例如,可能要國會立法就是 如果你扣起了多少香港強制金 你可能就是英國政府,可能你匯豐,渣打匯豐或者保城 你要相應給多少罰款 或者如果你協助中國進行一些迫害的活動 你可能就好像類似 你是需要引入一個記得 étau香港人權和民主法的法例 接著制裁 可能是改正 Word 可能告 Offic Сейчас 可能我們裡面只有 remembering 可能是 Codecuch Glass 但你會選擇 他當然要將日本的香港銀行 當然你一定會玩偷懾 可以將香港和英國業務完全分開 就是可能匯豐解體,匯豐集團 匯豐集團解體有沒有可能性 因為至金融海嘯之後 匯控的英國業務其實是ring fan 有什麼叫ring fan? 就是因為過往 RBS之前出問題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王家蘇格 你Iban輸錢,你就連累消耗一般retail banking 的資本 令政府沒有辦法不再拯救 因為你要服貴客,令平民百姓有所損失 這是不公道的 認真不公道 所以之後 Goldman Set那些所謂investment bank investment bank是沒有資本支援的 Goldman Set那些就要收購一間retail bank 有少量類似private bank和retail banking的服務 令到它有一定的資本存款去支援它的義務 而英國那時候的做法 Gordon Brand的做法就是 要你的銀行將英國retail banking的資產 設一道防火牆 所謂ring fan banking 那麼這道防火牆 這道裡面的存戶的錢 就不能動的 但這就只限英國本土的戶口 他們就受到存款保險的保障 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英國本土的戶口 所以仍然是相不動的 如果你是International Banking Observate Banking Observate Banking Observate Banking那些 即是On EU的Banking 就應該做 當然英國仍然是EU 就算現在英國仍然脫了歐也好 因為英國銀行仍然維持在部分歐盟國家的服務 由於它是歐盟時期一樣 所以它仍然可以向EU的National提供 Banking Service 但它只能夠給一些最基礎的服務 即是Fondation Banking 即是只能存錢 不能夠沒有Credit 沒有放債 沒有什麼 也都沒有所謂的Time Deposit Time Deposit其實呢 什麼叫定期存款 那些東西 因為香港是很奇怪的 香港什麼差都是Saving Account 香港的支票戶口叫做Current Account Saving Account 沒有支票的戶口叫做Saving 等於定期就是Time Deposit 但英國就不是 英國 英國Current Account是沒有息的 任何沒有息的戶口都是Current Account 其實基本上 當然你可以申請這本支票簿 問題就是沒有人會 我本支票簿到處公安 沒有人我支票簿的 真的沒有人我支票簿的 那就是Current Account 接著你說Saving就是有息的戶口 只差在你Saving是有沒有時間限制的 還是叫Saving 例如德國叫Taskale Taskale Account Taskale Account Taskale Account 德國 整個歐洲都是類似的 就是Cassification 那裡就 因為你Ring Fan了這些戶口 那你就可以做這些行為 但就變成你投資銀行輸錢 你就不可以 那就是香港的HK的戶口 就不受英國保護 就是HSBC UK以外的所有 off-soft banking 所有banking 包括Channel Island 就是Jersey 那些 或者Irons of Man 那些的banking 都是另一個保護的 就是Jersey 就有Jersey的存款保障計畫 那些當off-soft 那些不當on-soft 那些不當on-soft 然後你說香港那些 就另外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開HK的戶口 你要問清楚 為什麼說 一定要問清楚 HSBC UK Ring Fan的戶口 因為那些戶口 你才在英國得到足夠的保障 這個很重要 因為正是 我想 如果香港的HSBC 香港業務 會令到英國被人罰 撐死 那我猜 可能最後 HK最後 可能出怪招 例如把強積金業務 賣給 宏理 其他公司 其實外資都開始 把強積金業務 扔給宏理 代表 代表 永明金融 都是這樣做的 看看HK會不會 將強積金業務 扔給人 然後 保成 那些 會不會 又令外處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這個調查 是有可能會令到HK解體 就是HK是英國和香港分開 但是我覺得其實 都說真的 如果作為HK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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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寧願HK解體 就是 香港還香港 英國還英國 因為 有一件事也很坦白 你看到現在香港金融的形勢 為何這麼急 要盡快促回NPF 因為很多NPF資產很脆弱 真是脆弱 你投資 大追中國債券 股票 騰訊 阿里巴巴 那些 你 你想想 那些享積金 受託人 不跟你說 你被人割韭菜 其實阿里巴巴 騰訊 之前被人割韭菜 不是 那些大MASA被人割 或者全香港都被人割 大佬 多少強積金 那些所謂 困健基金 增長基金 大佬 我看到一堆 騰訊 阿里巴巴 美團 我心想 這些都是 脆弱的資源 大佬 你這樣也可以嗎 我不仔細分析 我會員辦有分析這些 強積金的 脆弱的資源 我有分析 兩間大公司我都分析 我還有續續分析 你知道 每間強積金公司 二三十隻NPF 你這樣看法 你怎麼看 你一次要檢減幾百隻基金 問題是 我看這十大投資 又騰訊 又阿里巴巴 又美團 看見都不開胃 你知道多少 脆弱的資產 你想想 如果中國出事 香港的資產 脆弱到這樣的地方 我是H計股東 我已經分析好了 你趁早分析 真的 你趁早分析是好事 對不對 我要買股票 我只是買H計 英國的股票 我就不 其他國家H計 都不理 因為那些爭氣 整堆危險之差 香港H計一爆 如果經濟的事 你想想結果 所以為什麼要盡快給人們 進入強積金 都會有迫切性 因為不僅是因為 那些人說 BNO的移民窮 已經不是這個關係這麼簡單 是你現在的強積金 受託人 逼人投資 有毒的資產 你現在要怎樣 幫助中國託市 不是 我不僅是顧著大家 英國的生活 你沒有給香港人 辛辛苦苦賺的錢 為什麼 變成了習近平的韭菜稅 你現在是我全香港人 來做韭菜 神經病 所以你問那些強積金 你問一下他 你投資 你那些很穩定的基金 有多少是騰訊 投資有多少是阿里巴巴 割了多少韭菜 你試問他們 他們是否答不出來 看看他們是否答不出來 所以你問我為什麼 你應該明白為什麼我對於強積金 什麼是日冬 那個支流 是非常之 我覺得 這班人都是很混蛋 今晚 第三節 香港時間早上 如果還有加速新聞 香港時間早上 就有第四節 你想想 我剛剛公幹完 就做四節 你想想 這個世界很嚴重 剛剛才放完中秋假 就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很嚴重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